今天我去检查我车公里数的时候 发现我的公里数是两万九千一百多了 然后旁边呢有一个纸条 是赛斯电上次做保养的时候告诉我要两万八 那时候做保养 我算了一下超了一万一千多了 但是呢我现在呢又没有时间去做 于是呢我就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第一呢我现在呢超了一千多公里了 没有去做 会不会对我的车呢有影响 因为我的车呢全程在赛斯电保养 用的是一维克的机油 肯定是半合成机油 它要求呢我们五千公里做一次 或者是半年做一次 公里数超了 然后呢时间呢可能也是刚刚超 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的车有影响 第二个我听说啊 要加一个全合成机油就会好一些 就会一万公里或者一年做一次保养 但是我不知道 我们的车有没有必要做 我问了一些朋友说 其实我们这种房车呀 加半合成就够了 因为全合成呢你一年一次确实是一万公里 但是我们的房车跑的公里数呢 不会有那么多 到一个地方呢就住车了 不像小车天天来回跑 因此呢我不知道 我要不要做这个全合成的机油 如果做全合成机油 我到了一年公里数没到 或者是公里数到了 时间没到 那么我要不要换 因为这个全合成机油啊 比较贵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做保养啊 是不是一定要在三四天去做或者维修站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房车在外地呀 不一定当地呢住车的地方就有这个维修站 因为因为科也好 不管什么房车也好 不一定都有 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到维修站 或者说三四天 没有怎么办 外边气球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换 还有就是我们买机油 我们自己在网上或者是其他渠道买机油 买什么样的机油 半合成或者全合成 什么标号 有没有柴油专用汽油 与汽油机有没有区别 但是这些问题呢 我想呢 向大家呢 求教 这个呢 可能也是很多广大车友啊 共同的问题 欢迎大家呢 给我们出书主意 谢谢大家